网上有很多各种各样流行的减肥方法 比如说让你两周只吃西红柿 跟你说能受十斤 还有呢让你两周只吃黄瓜 告诉你可以至少受五斤 那么这些方法它的问题在哪呢 营养不均好 那今天呢我要给你推荐一个叫冬瓜减肥法 但是一定要知道不是只吃冬瓜哦 那冬瓜首先要知道它为什么能够帮你减肥 因为冬瓜它是所谓的负热量的一种食物 简单点说就是你吃它自己消耗了那么多 那么所以说冬瓜如果说把它当做主食 或者说把它当做蔬菜 在你的饮食当中呢占到二分之一的比例的话 那么你的饮食其实就能够减肥 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你的一餐是一个盘子那么大 那四分之一我们一般的这个推荐结构 是一拳的主食一拳的瘦肉两拳的蔬菜 那么如果我今天推荐你冬瓜减肥法呢 我会推荐你两拳的冬瓜一拳的蛋白质 也就是肉类鱼虾牛奶鸡蛋都可以 那么还有一拳呢可以是其他的蔬菜 那些碳水含量稍微高一点点的蔬菜 它的纤维其实和冬瓜一样能够给你很好的保护感 那但是呢又不会加你我们孩子的热量 那你学会了吗 一餐当中二分之一的量是冬瓜 那其他呢可以配一些碳水含量比较多的根筋类的蔬菜 再呢一拳的瘦肉是最绝不可以少的 这样的饮食方式呢 其实你一天当中一餐就够了 如果你想要很快的减肥 一定要通过跟运动结合的方式才可以哦 那以上就是我推荐你的冬瓜减肥法 记得一定要搭配运动才可以 我是Baba教练 期待下次将你更多的动作